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美科技戰又再有新的進展 美國商務部剛剛宣布 從今個星期日開始 美國將會禁止國民下載TikTok和微信 同時也會禁止微信支付的功能 其實這個決定 就是由特朗普力排眾議一錘定音 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所說 有十幾家美國商界龍頭 就在禁令生效之前 曾經召開過一趟視像會議 出席的包括蘋果、迪士尼、Walmart、英特爾等企業代表 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跟白宮官員說 一旦美國政府真的對微信實施禁令的話 有可能連他們自己的業務都會受到影響 於是他們反對禁制微信 但現在結果出來 很明顯這群美國企業反對無效 實際上 商務部的禁令非常辣 首先在9月20日開始 美國的App Store 無論是蘋果、Android、Google 都要將微信和TikTok下架 即是由那天開始 美國人不能從正常途徑下載這兩個Apps 雖然美國政府不會強制要求 所有美國人在手機裏產了這兩個Apps 但明顯地這兩個Apps的用戶的增長會受到阻滯 當然沒有說要安裝不行 總有途徑總有辦法 但左攪右攪不方便 很多人就會選擇放棄 所以將這兩隻手機Apps下架 就等同於將它植物人化無分別 究竟這兩個Apps在美國 何時會被停止運作呢? 微信會在9月20日 即是同一日 但TikTok是11月12日才停止運作 當然 微信停止運作包括了 是停止什麼運作呢? 就是不可以讓它在美國境內提供服務 不可以透過互聯網接通微信的朋友圈 以及不可以使用微信支付 這樣對於大陸來說就出事了 為甚麼? 因為你說到禮拜天就不允許用微信支付 那些人肯定會趕快提錢走 這麼大的不明朗因素擺在面前 就沒理由拿自己的錢 真金白銀拿去搏 到時吊吊吊吠不知放在哪裏 就哭也無謂 至於TikTok又怎樣? 十一月十二日才停止運作 為甚麼呢? 商務部有解釋 他們說 只要在這一日之前 解決得到TikTok帶來的安全隱患 禁令就可以取消 實際上 特朗普在這裏都作出了多少讓步 十一月十二日 已經過了總統大選的日子 我相信白宮方面應該會考慮到 若現在立即封禁TikTok的話 肯定會惹來一大班年輕人 那些抖音TikTok的用戶 走出來鬼咬 到時全都走去 逆向投票 投了拜登 就無謂了 現在讓你再玩兩個月 此外 特朗普要向TikTok的母公司自節跳動 發出一個非常強烈的訊息 就是他不允許跳草群舞 因為之前這家自節跳動 一時又說賣 一時又說不賣 一時又說國家民族尊嚴 賣了就會有影響 當然他們大陸方面沒有向他施壓 賣與不賣就是他自己決定 當然這句說法 就真是信不信由你了 但特朗普現在擺出了一副極為強硬的姿態 他就是要告訴你 你喜歡賣就賣 不喜歡賣就不要賣 他是無懼一拍兩散的 現在就先將你這個TikTok 從美國的App Store和Google Play下架 等到你不會再有新的用戶 就算是現有的用戶 亦是不能更新的Apps 第二步就是11月12日這條死線 若然TikTok符合不了美國政府 對於國家安全的要求 注定在美國的業務就要收皮了 若然到時TikTok還是賣不出 又或是沒有人買 又或是決定不買的時候 那我到時真是求人得人 因為特朗普的性格就是不接受任何威脅 如果TikTok真的有一種想法 就是寧願停止在美國業務的運作 都不寧願出售在美國業務的話 這次恐怕真是求人得人 因為TikTok其實都是恃住 在美國擁有大量的年輕人的用戶 有一定的民意基礎 所以他才有這麼大聲的話語權 但特朗普擺明就是不吃這一套 而且彭博社今天還報導 美國下一個目標 可能是騰訊 因為騰訊在美國 都買了很多遊戲公司 就算不是整間收購也好 都買了很多的股份 但現在美國政府又做事了 他們已經要求索取 這些遊戲處理數據的安全協議訊息 要審查一下究竟他們在處理 美國公民的個人數據的時候 安全協議到底是怎樣的 既然是開得file去查 當然會查出多少的結果出來 所以中美科技戰 只會是全速前進 是停不下來的 只會是獲獲新鮮 獲獲金 路透社有報導 騰訊趕在禁令生效之前 就將WeChat改名為WeCom 將WeCom視為WeChat的潛在替代品 路透社記者試過 用戶可以透過WeCom 連結WeChat的帳戶 更加可以接收WeChat朋友圈的錢 即是說 改名為乾坤、大萊兒 避開美國禁令 這些招式在奧巴馬政府執政的年代 我相信都會有效 但現在他面對的是特朗普 特朗普會不會輕易放生呢? 我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問號在這裡 至於這個淨網行動 來到今時今日就證實得到 奉佩奧不是吹噓的 現在這個TikTok和微信事件 正正就是淨網行動其中一個部分 下一步可以觀察一下 究竟五眼聯盟其他四個國家 會不會在TikTok和微信的議題上 與美國一致 因為之前 美國針對華為的圍堵 都是由他開始先 然後五眼聯盟的國家跟隨 到最後是其他西方文明國家跟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印度早在美國實施對TikTok的禁令之前 就已經是BANG了TikTok 印度人現在就不用TikTok了 到底他們用什麼軟件呢? 目前來說 就是有些印度的山寨TikTok軟件 但這些流行程度有多高呢? 暫時就不知道 反正YouTube已經想進軍印度市場 在印度準備推出一個新的短片APP市 明顯地就是要填補TikTok在印度被封鎖之後 所出現的空白 而且就是要搶佔這個人口大國的市場 我認為YouTube做這個決定是做得對的 甚至乎我認為它做得慢了 幸好現在有一個契機給它發展 為什麼呢? 因為連TikTok這些APP市都成功 就證明得到世界上真的有很多無聊人 很喜歡看一些時間 一分鐘之內的無聊短片 大家都知道TikTok的短片 全部都是無聊的 又做了什麼什麼挑戰 有些又去拿廁所板 有些又去吃什麼大胃王 諸如此類做這些很無謂很無聊的事情 但偏偏它又有市場 如果YouTube這樣也不去進軍 就真是笨了 我也相信 如果TikTok真的要在美國退場的時候 YouTube很快就會把握這個機遇 很快就會填補空白 這個世界上沒有說沒有哪個平台是不行的 只要一天能夠博通得到互聯網就可以了 那些TikTok的用戶會大千載 若然到最後TikTok真的被封禁的時候 沒有問題的 只要這個世界繼續有很多無聊的人存在 那些無聊的影片 放到哪些人都會追著看 最後想說一下美國總統大選的民調 新聞周刊今天發表了最新的調查 是說六大搖擺州份 這六大搖擺州份 其實所有的差距都已經在調查的誤差範圍 誤差範圍是4% 即是說拜登就算厲害 都領先特朗普4% 目前喬治亞州和俄亨州 特朗普還反超前了 北卡羅來納州 拜登的優勢是1% 佛羅里達州2% 賓夕法尼亞州4.7% 亞利桑拿州4.8% 即是特朗普追落後追了很多 我們看民意調查 一定是要集中在搖擺州份那裡 因為有很多州 根本上不用頭都知道 他是深藍、深紅等 那些條不條都沒有分別 但是如果人口多的州份 就會影響到 在全國範圍內所做的民意調查 所以參考價值比較低 集中搖擺州份的參考價值比較高 而且我還預期 特朗普的支持度 還有上升空間 為什麼呢? 因為他剛好在威斯康星州的選舉活動當中宣佈了 將會向農民提供13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以彌補在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之下的損失 嘩 這個世界是雞腿打人牙膠軟的 出動到金錢援助 哪一個不會接受才行 就算你看香港 林鄭派錢 他的民望照樣升了幾分 雖然有一半以上的市民 仍然是給他零分 可能就是那些藍絲比高了分 所以他的分數就高了 就算香港都用得著的招數 美國怎麼會用不著呢? 所以肯定會有上升空間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